歡迎繼續加入晚間的十點不一樣 您好 我是錢莉如 我們要先來從英國凱特王妃看喜 因為消失將近兩個月後 她證實自己罹患了癌症 而且已經開始進行了預防性的化療 至於是什麼癌症第幾期 凱特並沒有多加說明 而兩分鐘影片她感謝威廉的陪伴 而且說花了許多時間跟三個孩子安撫說明 消失將近兩個月 英國凱特王妃終於露臉 帶來的確是壞消息 凱特透露醫院進行手術雖然成功 卻發現離癌 儘管沒有透露是什麼癌症 但已經開始進行治療 親口宣布離癌雖然精神狀況看起來不錯 但身形明顯消瘦 臉色也有些蒼白 凱特說生病後最擔心的還是家人 它們已經花了一段時間 離癌症狀況後才開始癌症 但最重要的時間 我們已經花了一段時間 解釋了所有事情 給 George, Charlotte and Louis 在一種方式合適的方式 並且確定他們 我會好處理 他們說我會好 我會健碩每天 我會健碩每天 焦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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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心理,身體和心理 凯特现身亲自拍摄这段两分多钟的影片 除了消除外界担忧 更希望大家给予更多空间 最后也不忘鼓励所有饱受病痛折磨的人 别放弃希望 TVBN新闻总和报道 好 拨时间往回推 凯特王妃最后一次的公开露面 是在去年的耶诞节 随后在1月份的时候住院动手术 当时肯辛顿宫曾发表声明表示 是腹部手术强调跟癌症没有关系 再加上先前的修徒风波 都导致凯特在修演期间谣言满天肥 英国王室祖孙三代同框 画面出现在2023年的耶诞节 但过没多久 今年1月凯特王妃突然住院动手术 当时肯辛顿宫发声明 仅说是做腹部手术 也强调跟癌症没关系 如今证实是罹患癌症 过去几个月外界几乎什么都不知道 毕竟神隐了好几个月 甚至没参加干爹葬礼 也一直是各界讨论焦点 中间有媒体猜测 凯特可能罹患了号称 不死癌症的肠道疾病克隆氏症 另外还有不少阴谋论 尤其3月11号这张照片的出现 肯辛顿宫发布庆祝母亲节的合照 这也是对外宣称手术后的 第一张官方照片 却爆发修图事件 更让大家好奇凯特去哪了 现在终于真相大白 不过比起查尔斯国王李癌 直接发声明处理方式相当不同 其实这种很常用的方式 访问这些是 很多的这种想法是尽管 我们知道 William特别是非常保护 Kate和他的家庭 而尽管他最多关系 所以他们不想要太多 很多的这些是 因为他们有年轻的孩子 凯特王菲亲拍影片 王室专家认为 或许是要破除漫天飞的谣言 更何况孩子都还小 与此同时也是复活节 假期前的最后一个上学日 不用在校内听到更多相关消息 能回家跟家人 好好度过这段时间 TVB社中的报道 不在英国凯特王菲 李癌的消息曝光之后 还有知情人士就对外爆料 说哈利王子跟梅根他们毫不知情 同样是看了新闻头条才知道 恐怕反映了哈梅两个人 已经丧失了王室对他们的信任 而且也已经严重的跟王室梳理了吗 详情要交给宛柔说明 今天国际上重大的讯息之一 就是英国的凯特王菲生病了 但他生病的这件事情 这个哈利王子 以及他的太太梅根事前知道吗 外媒的纽约邮报就报导了 哈利跟梅根事前 是完全没有收到Selsea的 这也反映出 这个哈利王子跟凶少之间的疏离 而且他们是看到全球头条之后 才跟民众一起同时获知恶号 而报导更指出 有知情人士表示 这也说明了王室对哈梅的信任 是早就已经破灭的 而且跟他们是保持距离的 尤其相较日前 英国的国王查尔斯 确诊罹患癌症之后 告诉哈利病情 这个哈利王子 第一时间是立即搭击返家 不过这一次凯特得到癌症 这两个状况是明显不一样的 凯特宣布离癌 占据了英国各大报纸 头版头条 王室重大消息 一下子就传开来 凯特生病 不止伦敦民众很难过 美国纽约 也有人为她打抱不平 美国总统拜登也透过推文 说她和太太吉尔 一起为凯特祈祷 远在美国和王室闹翻的哈利梅根 很快也发声明 祝大嫂凯特身体健康 请求外界让她能安静复原 毕竟凯特在影片里的确少了以前的光彩 至于为什么三月下旬 凯特才公开离癌 根据王室消息来源说法 凯特和威廉不希望孩子在学校 一直听到大家讨论妈妈离癌的事情 才选择在学校放长假后公开 TB新闻众报道 当然现在英国的人民都希望凯特王妃 可以早早的康复 然而在凯特消失的这一段期间 也是阴谋论四起 英国王室的记者更指出 面对外界各种的猜测 才导致凯特必须要提前出面 而近年英国王室风波不断 这恐怕是雪上加霜 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宛柔 可以看到凯特王妃 主动透过影片告诉外界 他目前已经确诊离癌 而且在治疗当中 不过在影片中 他并没有说明 他罹患的是哪一种癌症 现在目前治疗到第几阶段 以及这个化疗期将为多长 所以吉祥可以看得出来 凯特对自己的病情 还是希望能保有一些隐私的 但又是什么原因 迫使他透过影片来说明 现在就说是因为 他已经太久没有公开露面了 而且日前还陷入了 这所谓的照片门风波 这也让外界对他是阴谋论 事情 有人就说他是不是生死未卜 或者是术后陷入了昏迷 甚至还有一个传言说 他被威廉的情妇攻击 所以逼得凯特 得透过影片出来澄清 只是现在他离癌的讯息 出来之后 英国王室是否是雪上加霜 因为之前还有英国国王离癌 还有哈利王子 以及美根夫妇出走 以及安德鲁王子因为他陷入了一些争议 所以他也被流放了 另外也要看到俄罗斯莫斯科的近郊克洛库斯音乐厅发生了恐怖攻击 而且现在死亡人数持续上升 目前已经累计有143个人不幸罹难 而且当中疑似包括了三名的儿童实在是相当的残忍 根据目击者表示当时有好几名枪手 他们全副武装闯进了音乐厅 不但是开枪扫射 还投掷手榴弹 甚至最后纵火把整间音乐厅给烧了 而这间的音乐厅总共有6200个座位 在事发当天是满座的 也因此恐怖攻击发生瞬间 尖叫声四起 在厕所跟清洁设备房 同时也发现了非常多具的遗体 他们身上并没有伤痕 疑似是因为吸入浓烟窒息而死 另外也有幸存者回忆 他先是倒地装死 骗过了枪手 最后靠着浓烟掩护 才爬到了门口成功的逃生 目前恐怖组织ISIS已经坦诚犯案 而俄罗斯当局声称 已经有11名的嫌犯落网 这也等于俄罗斯总统普钦在连任成功后 没得高兴多久 《环球时报》的前任总编辑胡锡进 更形容这一件事 等同事朝着普钦的新任期砍了一刀 而普钦会如何做出相对应的回应 外界相当关注 听到枪声 现场民众立刻压低身体躲到座椅后方 手机镜头一阵剧烈摇晃 目击者仓皇躲避时 枪声还在继续 音乐厅内外枪声没停过 这里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近郊的克洛库斯 当地时间周五晚间音乐厅发生恐怖攻击 目击民众拍下至少五名枪手 炒入音乐厅疯狂扫射 不止开枪还纵火 整栋大楼陷入火海 莫斯科州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出动紧销疏散人群 更动员直升机高空洒水灌旧 这是莫斯科近年来死伤最严重的攻击事件 CN报道恐怖组织ISIS已经坦诚犯案 但枪手还在逃亡 美国白宫第一时间表达慰问 意大利总理也推文谴责暴力 法国德国外交部纷纷发出声明 乌克兰则急忙澄清 不过根据CN报道 美国早在3月就提出警告 俄罗斯当地有恐攻威胁 没想到俄罗斯大选后真的发生恐攻 这座音乐厅可以容纳6200人进场 当天表演票券更是全数受完 不排除死伤还会继续增加 TVBN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讲到这起恐怖攻击事件 会不会早就有所征兆 另外坦诚犯案的ISIS组织 又跟普京有什么样的辛仇就恨 事实上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这个月初就曾经警告 说可能会有极端分子 针对莫斯科大型活动发动攻击 不过当时俄罗斯总统普京 似乎没有当一回事 普京他还公开驳斥说 这只是为了吓下俄罗斯人民 还反批这是明显的勒索 是企图恐吓破坏俄罗斯的国家稳定 但事到如今 不但恐怖攻击真的发生了 事件爆发之后 普京也没有立刻的发表谈话 安抚民心 美国的陆军退役将领就分析 恐怕是普京自己也觉得丢脸 不但情报搜集输给了西方国家 甚至知道之后也没有采取行动 那么ISIS-K组织的动机又是什么呢 华府智库分析 原因是ISIS-K认为俄罗斯是压迫穆斯林的共犯 而刚好在ISIS-K里面的成员呢 包含了一些对莫斯科怀有不满的中亚武装分子 薪酬加上旧恨 无辜人民成为牺牲者 消防员踏进烧成焦黑的音乐厅 几个小时前这里才发生骇人攻击 音乐厅内外每次枪响都能听到惊悚尖叫 ISIS-K恐怖组织承认犯案 事发地点不只是音乐厅和市政厅 旁边还有展览中心以及购物商场 发动攻击显然是挑人来人往的地方下手 攻击俄罗斯之前 ISIS-K还宣称涉及伊朗、卡达和巴基斯坦的炸弹攻击 他们是伊斯兰国最活跃的其中一个分支 尤其对俄罗斯不满 认为当初俄罗斯介入阿富汗和车臣都是迫害穆斯林 俄罗斯调查单位开始搜证处理现场枪支和子弹 至于总统普琴事发后第一时间并没有出面 普琴上次露脸是胜选后的庆祝活动 毕竟半个月前美国等六国大使馆早已预警 莫斯科可能发生恐怖攻击 普琴置之不理的后果就是莫斯科对恐攻完全措手不及 TV新闻综合道 看起来俄罗斯目前可以说是内外都不平静 除了莫斯科我们刚看到遭到了恐怖攻击 别忘了另一头的乌俄战争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了 造成数十万人的死伤 西方国家的一举一动也是相当的微妙 我们先来看法国总统马克宏 他上个月底公开表示 不排除要派兵进入乌克兰作战 预计是一支两千人的特种部队要进行的是军事支援 而当然此话一说引起了俄罗斯非常的不满 所以俄罗斯的下议院副议长托尔斯泰他更直接的公开恐吓 他强调莫斯科当局正在眼里要使用河谷来轰炸法国的首都巴黎 那么另一方面近期俄罗斯出动了超过150枚的飞弹跟无人机 大举空袭乌克兰城市 这也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事件 命中了乌克兰全国最大的水坝 也来看的是乌克兰陆军总司令更表示 根据情报显示 俄罗斯正在筹组一支规模超过十万人的部队 恐怕会在这个夏天投入前线发起大规模攻势 抬头一看天空中出现好几个光点 下一秒 飞弹呼啸而过 在眼前炸出巨大火光 乌克兰南部达坡尔勒地区 全国最大水坝遭俄罗斯飞弹击中 乌克兰全境遭遇俄罗斯大举空袭 莫斯科出动超过60架无人机和发射至少90枚飞弹 主要打击乌国能源设施 导致多处大停电影响超过百万人 基夫说这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 由于能源设施受损造成供水系统也出问题 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的居民 只好无奈排队淋水和发电机用油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这场攻击 是为了报复乌克兰在俄罗斯大选前 一连串的跨境攻击 俄国国防部长萧伊古还加码宣布 要扩军攻打乌克兰 针对俄军扩边以及周六的大举空袭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再次呼吁西方盟友 尽快提供更多防空系统来保卫乌国百姓的生命 TVB新闻综合报导 俄罗斯发起了这一轮大规模的攻击 不光是破坏设施 更是要瘫痪乌克兰的整体能源系统 但另一方面反普新的反叛军 也已经攻进了俄罗斯的领土 在普新成功连任之后 持续面临的是内外政的不稳定 我们再把时间交来宛柔 俄乌战事的最新动态 是乌克兰这边有讯息指出 在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地面波罗 以及苏梅遭到俄罗斯军队的攻击 而且他们是锁定了基础建设 现场更传出了多起爆炸 而这次俄罗斯不是用地面部队 而是采用了无人机 以及巡弋飞弹来混合攻击 哪些地方受损呢 目前得知有发电设施 以及连外桥梁这两个部分 不过俄罗斯在前线攻击乌克兰 他们自己却也被反普清军团攻击 他们是攻击了别尔哥罗德这个地方 那么这一次反普清军团说 他们有了一个重大的战果 就是他们逼近了核武储存设施 看起来是非常的厉害 而现在克林姆林宫的发言人 他现在自己就说了 俄罗斯已经处于一个战争状态 这个措辞已经比之前的军事行动 再升级一节 另外在中东的尾巴冲突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现在也放话 他说就算没有美国的支援 也将透过地面进攻攻击 加萨南部城市拉法 而另外在红海也持续的不平静 胡塞武装再度的袭击一艘航行 在红海的外籍商船 还扬言要持续扩大攻击范围 又传出外籍船只 在红海遭到攻击的消息 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 一艘不方便公布名称的商船 在夜门南部外海航行时 遭到不明飞行爆裂物的袭击 而且在船身附近爆炸 这也是近期以来 胡塞武装发动的最新一起攻击事件 不但如此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 更在一场大型集会活动中 公开宣布会扩大海上攻击范围 从过去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行动 延伸到印度洋上 前往南非尾端的好望角航线 对于胡塞武装的雨带威胁 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 伊朗问题专家塔勒布鲁认为 胡塞武装的确有能力朝印度洋发射飞弹 不过要取决于在哪里发射 而且飞弹基地是不是部署 在印度洋和亚丁湾的交界处 情报显示 胡塞武装现役的巡异飞弹中 最新型的真主之舰射程大约在1000公里左右 无人机的话则可达到2000公里 但是要精准命中绕过好望角的船只 恐怕难度不小 而且根据美国海军学院引述五角大厦高层官员的说法 胡塞武装在红海航线上的攻击行为 已经造成全球12%到15% 行进此地的贸易面临风险 现在胡塞扬言要扩大袭击区域 受到影响的不只有以色列 全世界都是受害者 采过地上摆放英美籍以色列国旗 刹那大学在校园举行阅兵分裂式 据称超过2万名大学毕业生 完成了新兵训练课程 誓言要在领导人阿卜杜勒 马力克的带领下 努力救赎弱势的阿拉伯兄弟 而且还要告诉美国和英国 夜门人并不惧怕美英的军事攻击 而且有信心让美国人和英国人 成为海上亡魂 如果美英认为保护以色列 是自己责任的话 那么夜门也有权利 为全球穆斯林发声 并且在真主的旨意下 继续走在这条路上 直到阿克萨清真寺 在以色列占领下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 胡塞武装不但不会放弃 在红海水域的携扰行动 还要持续打击 与以色列有所来往的船只 包括且不限于美英国籍 不只是大学生 就连公务员也被胡塞武装要求 必须接受为期12天的军事训练 这是胡塞控制区 全面动员活动的一部分 胡塞司法副部长瓦切尔表示 自从以色列在加萨 展开大规模军事报复以来 胡塞控制区内 已经有近万人接受相关的训练 介意提高夜门人民面对 可能发生武装入侵时的警觉 而且这也是紧急状态下 美联社分析 在袭击货轮造成第一起死伤事件之后 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 就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 不但选择目标更加随机 而且攻击力度和杀伤性 也更为强烈 原本胡塞武装 就是一支旗帜鲜明的 凡美武装团体 经过八年夜门内战的洗礼后 逐渐发展成 具有地区影响力的一方之霸 但是去年10月爆发以哈战争后 胡塞武装也迅速表明 声援巴勒斯坦的立场 甚至扬言要直接参与 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而第一步就是在红海水域 袭扰阻结 向以色列运送货物的以国船只 或是与以色列有贸易往来的目标 想借此切断 送往以色列的物资管道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在以哈战争初期 依旧为以色列采取激烈的军事报复行动 做出各种辩护 也让胡塞武装认定 美国与西方阵营过于偏袒以色列 却视若无睹巴勒斯坦百姓的悲惨遭遇 这就给了胡塞武装一个理由 决定冒险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 扩大在红海航线上的军事袭绕 才能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知道 要解决中东问题 首先必须制约以色列在加萨地区 几乎难以撼动的绝对权利 这个时候很明显地行仇 胡塞武装以一己之力 对抗西方阵营的现象 看在伊斯兰兄弟国家的眼里 胡塞武装敢于和美英叫板 的确是豪情万丈的穆斯林勇士 尤其胡塞武装积极参与 打击以色列及其商船的举动 无疑也提升了自身的政治声望 而且有助于政权获得承认的机会 算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当然胡塞武装也做了多少准备 以防范一触即发的战争冲突 根据路透社报道 胡塞和美英之间的军事较劲 也让控制区的夜门百姓 开始抢购军火武器 而且开放式的武器市场 也从部落郊区逐渐向城市发展 一项调查显示 夜门是仅次于美国 全球第二大允许拥有私人武器的国家 在胡塞控制区中 约有1500万人拥有轻型枪支 平均每100人约有62把枪 军火商萨阿迪表示 自从美英对胡塞武装展开军事空袭后 枪支交易市场就变得非常热络 从手枪部枪到火箭筒都是热销产品 而且夜门民众相信 拥有私人武器是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 因为他们看到加萨巴勒斯坦人的情况 就是因为没有自卫装备 才会被以色列赶尽杀绝 如今面对美英的军事威胁 夜门人需要做好准备 应对不可预知的情况